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家臣 歡迎回來我們今天玩一個新的手機遊戲 這隻叫做卡戰無雙 講起卡片的東西 就告訴你這是一隻卡牌的遊戲 對 跟大家可能聽過的盧石戰技是差不多的 但是這隻卡戰無雙它就是用三角背景 三角背景大家都熟悉的就是那三角角卡 打來打去 非常之好 除了大家熟悉的三角煞之外 我想應該第二隻卡牌的遊戲是關於三角 就應該這隻卡戰無雙 不錯 我剛剛好 我記得我玩完 剛剛升的一隻拍片之前才升到二十五層 玩到二十五層 我看到它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我想玩給大家看 它就是可以打BOSS 因為普通的關卡都不是太特別 它始終都是大家打來打去 但是打BOSS我覺得挺有趣 對 進到BOSS的位置 這隻空猛的野獸就是BOSS 很簡單 我們進去挑戰一下 基本上我直接用大佬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最方便的 你看到一開始 我有五張牌 我牌庫裡面更多一張 我現在打的就是一隻青蛙 就是一隻甲娜 我的卡牌主要都是用群雄 其實那兩隻都是只剩一兩隻的 基本上我主要是群雄和吾角 因為我有隻大小耳橋 大小耳橋是非常之勁的 而且群雄比較多是可以一次過出來的那種感覺 但我沒有那張牌 我們看看每一張牌是甚麼 我第一張叫做顏良 我先加一倍 第二隻叫做大橋 我們先搬牌 不能搬牌 群雄就是董卓 還有這個 張寮 是魏國的 首先我們放一個顏良 我比較喜歡顏良 它招二叫做統帥士兵7 它一放出來之後 它下一彎是有50%的機率 它是會搓一隻士兵出來的 因為這隻遊戲 你一沒有牌你就會輸的 所以多了士兵我覺得非常之好 我們只有兩個火 所以我們只可以放兩張卡 我們先打這隻青蛙 這隻青蛙就用毒霧攻擊 好了 我們是時候了 群雄出來了 群雄呢 我有另一招技非常之好的 但是如果它是一開始出來的話 就比較好 就是叫做上陣號令群 它就在排隊裡面 找到兩隻群雄的出來 無所謂 我們現在就反過來放小喬出來 因為小喬之後 我們有招技 就叫做金蟬脫殼 我們可以換一隻走回來的 我們就換走一隻銀梁回來 然後銀梁再放一次 然後再放大橋 對了 雖然對BOSS沒有用 它也經常化 但是你看到 統帥士兵就是這一招了 它可以搓一張卡牌回來 非常之好 你看到極速完 GG 很快 這隻黃不是太難打的 也不是太恐怖的BOSS 我們試一下打關卡 因為這些關卡 我覺得開斜的難 我可以講一下 第一件事我們打一些關卡 他們看到有個過關條件 就是殲滅敵方所有卡牌 其實不一定是殲滅所有卡牌 我試過有些是說你的戰力 不可以過一萬 或者是你的卡牌裡面 只可以用一個群雄 有一點點挑戰性 我之前那些是過不了的 這個是一個中章 是第四章 好像玩到是 所以也有一點點難度 因為開始對方非常之勁 有一隻 有隻 這隻是四星的 這隻是勁的 它是藍色的 但是它是四星 非常之勁 好了 我們第一個抽到公孫讚 沒有記錯 我還有兩張 其中一張是群雄 就是董卓 我們就丟了公孫讚出來 董卓就應該會 它不出來 它不出來 我們把顏良出來了 那就沒辦法了 它不能出來 顏良這招技很厲害 我很喜歡它 它把士兵撞到出來 是比較有用的 你看到通常第一批 我不喜歡仙手 但是它永遠都是我仙手 仙手很慘 一丟出來就死了 第一件事 我們就丟一隻 然後就再用 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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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曹雄 曹雄 是非常之勁的 因為它有一個招技能 叫做強攻兵六 它就是專攻打士兵 這個士兵 你看到它上面沒有國家的 就是一個士兵 所以這個曹雄是士兵殺手 我們丟下去 它就立即會變成士兵殺手 我們結束這個回合 來吧 我們打 因為石塊的關係 它動不了 你看到強攻兵 是專攻打士兵 非常之勁 我們 它有一個新東西進來了 有多新東西進來了 嘩 再有多新東西進來了 是時候我們用我們的小喬出來 我們的小喬非常之勁 因為我們可以拿回去一張牌 我們小喬拿回大喬回來 然後大喬 再石化中間的東西 就不讓它動 然後就丟一隻攻城 和刀兵 丟不了 其實很大機會 其實是有機會輸的 因為 你看看你好不好幸運 你一開始抽不抽中你想要的東西 我剛才記得 我剛才的牌是 我記得我換走那隻董卓 我放了一隻張盒 因為張寮和張盒 是有個緣分 它就可以一起加少少攻 所以我決定放棄那隻董卓 非常之勁 你看到我現在那隻 張寮不斷加攻 它是1200攻 原因是因為小喬有招技 不斷加攻 如果它再長的話 是每個彎都會加攻 很幸運我們贏了 因為對面沒有牌 我們贏了 這關是第四章的中章 去到下一支戰 開始有點難打了 不過我們先開一下寶箱 因為我們過了第四關 是有雙拿的 不過這個遊戲 我覺得最棒的 不是打故事 是我的PVP 你看到現在對面這些 譬如說你看到多少張牌 因為我只可以打兩個 我現在是717名 我們現在 我們看看我們的組隊 我們組隊現在是萬一 我們放了七隻牌 但我們可以放十隻牌 我暫時砌到這樣 是因為比較厲害 還有我剛剛好用到的聲望 即是體力 我們剛剛好用到 渣都沒有 我們是時候 我們升一升我們的張盒 因為剛才我們的張盒 我們扔上去之後 就是什麼都沒有升過 我們就先升一升它 因為至少要升到它 5勒先 我們把美酒都扔掉經驗給它 那些美酒就是經驗 把美酒都扔掉給它 嘩 厲害 我們是時候先進化 因為進化的話 它會多多招技能 非常好 它就是出戰時提升52%攻擊力 那兩件甲就沒有了 我們隨便塞一些甲給它 看看有沒有甲 我們得知董卓的甲 董卓穿過的衣服 董卓穿過的東西 不過董卓這麼肥 如果穿不穿得到 我都不知道 因為其實再可以繼續升 要多20個碎片 我們才可以有第三招技能 所以比較難儲一些碎片 不過不要緊 我們去開始了 我們這樣的裝備 就應該再看一次 我們現在有萬二戰力 非常之好 我們就試試打這個競技 我們打剛才 嗯 我們打663名這個 是時候了 我們先教分一倍速 好了 我們看看我們初次的牌是什麼 第一件事 我們又是我先手 先手是慘的 永遠都是放了那兩隻之後 就被人打了 所以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不要放這個大橋 原因是因為要沉默人 所以我們就先放這個章盒 因為章盒是直接打成門的 對 他是無視攻擊 然後我們放一隻 這個叫做曹雄下去 因為他會順著去攻擊 所以我先用曹雄去擋了第一批箱 原因是我不想他放那隻牌之後 他打的話 就打我的章盒 對啦 你看到他在後手可以多出一些牌 是吃虧的 好了 那是時候了 因為我們公孫贊 這個牌 應該如果他開頭給我的話 是非常之好 但是他後面給我的話 就沒什麼用了 那麼我們第一件事 我們先放鴻梁出來 然後跟著我們就放大橋在石化 然後第三件事 我們就放走了 放走了 拔回一隻 對啦 拔回一隻石化 然後再 下一局才扔回出去 對啦 因為我們有小橋在這裡 幫曹雄加工 基本上是每次都超高工的 尤其最後那些 他是會越高工的 那麼非常之好 那麼我們是時候 把章盒丟進去 就應該GG了 那麼我們第一件事 先把章盒丟掉 第二件事 先把章盒丟掉 第三件事先把公孫贊 因為公孫贊是沒什麼作用的 不過不要緊 因為你看到我現在是三連殺 四連殺 砰 砰 然後對面 就應該還有兩張牌 這隻是什麼 喂?這隻這麼帥 這隻是周瑜 咦?看不到 對呀!周瑜 我看到他的火燒連環船 對啦 石化有 不過不要緊 因為除了我們打完他的手牌之外 我們其實還有多一件事 就是打爆他城門 所以基本上 我撞到他一下 就應該死了 對啦 Yeah 但是這個 我覺得太簡單了 我已經去到499名勝出之後 我覺得 我向下挑戰 試一下挑戰 447 其實呢 因為呢 我們的組隊裡面呢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 叫做武將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放一些士兵上去 叫做 塞牙 你看到因為它全部都是九星望 當你放不到的話 就放一些東西在這裡 另外你看到我現在 我多多一個位置 我就可以放一隻馬 你看到我是227分之228的 我們先放一隻馬 因為這隻馬其實是一隻負魔的功能 如果這隻馬是出仙的話 我們可以負魔到一個武將裡 非常之厲害 喂 拆完了 我們應該打這個444 看起來都不錯 八千多 對我12000 我有好處嘛 嘿嘿嘿 好了 我們先看看 我們的牌是什麼 開始 我又是我回合了 OK 同一個戰術 因為我們拿不到公孫贊出來 所以沒辦法 我們就先 第一件東西 先扔一隻張核 再加攻 嘩 厲害 然後第二件東西 我們扔曹紅 曹紅是用來食箱的 如果我抽一隻多一點血的話 我就會先扔它出來食箱 結果被它秒殺了 非常之慘 我們這隻張核應該都在死了 哈哈 第一件東西 我們先扔一隻張核回來 這張核應該是保滿血的 第二件東西 我們先扔一隻石化的東西 就扔一隻大橋 我們交換位置 我們放這個位置 石化它 不要讓這隻動物動 因為這隻動物非常厲害 就是這隻嘲諷的盾甲兵 在場的時候 所有軍牌物理攻擊 這個是優先打的 所以我們第二件東西 我們要扔一隻銀梁出來 原來他扔銀梁 是因為我需要他快點給士兵我 我看看他有沒有機會 撮到士兵出來 增加我的戰力 好不幸運 好不幸運 他石化了那隻 NO NO 不要打死我 最後一打都打死我 剩下一隻馬了 我們沒有手牌了 好 我們來了 我們這隻馬是強化我們的物理攻擊力 我們把這隻馬強化到大橋道 不要 我們先扔了張核出來 張核會加攻的 但因為張核是無視對卡牌直接攻擊城門 其實基本上是鬥快死 我們就先扔一隻 對 加攻給他 然後就將... 哎呀 扔不到啊 哎呀 沒有火啊 NO 好危險啊 我們好危險啊 敏捷啊 避了招呼 那麼張核應該是 即是 鋪鋪都不斷打城門 基本上跟他鬥快死 希望我們的大橋頂得順 千萬不要死啊 小橋也不要死啊 NO 再獨武啊 中毒啊 NO 輸了 這個完全是靠戰術的 我這個隊是完全沒有戰術的 因為我抽不到好角色 抽不到好的隊伍 喂 不行啊 真的不行啊 真的輸得好慘啊 喂 又獨武的 那種獨武那麼厲害 他每次都扣我二百多 不行啊 嘖 看來呢 即是 我還是玩久一點 升勁一點 那些東西不是太厲害 去到四百多打不贏 好啦 所以我們今天的介紹到這麼多 那這隻呢 如果大家想玩這隻遊戲的話 不妨在下面簡介 按下一個download lin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